损伤患者治疗 这位董先生受伤后曾封闭内心 将近13年几乎都没出过门 我发现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可是我自己不知道 那我也看了我的牙齿 当时的我牙齿也是很糟的 在脊髓损伤患者协会的鼓励下 董先生重新走向人群 开始重视健康 每次参加一诊总觉得很安心 要看牙医很不方便 因为那个诊间是都需要有人抬 我是没有办法的 那来到这边有很多的师姐跟师兄们 可以协助我上床 可以看牙齿 不只他 其他行动不便的脊髓伤友 也感受到温暖关怀 你这个油要有厨房间 今天要不要再多厨房 不然这样子 现在是往前跑 那你推他就往后跑 那你再翔翔 家里有方就练习推 往后就墙壁推 为患者提供建议 在家就能简单的附建 中区仁义会一诊 以行动守护生命 守护爱 大约新闻 曾善美志工 吕宜萱 简红海台中报道 透过歌子系 演绎佛法精神 唐美云歌子系统